監視器畫面中 小貨車本來靠左行駛 沒有打方向燈 就慢慢往右邊靠 一旁經過的機車 都離得遠遠的 靠近路口時 所有車輛都亮起 煞車燈放慢車速 而小貨車還是慢慢往前行駛 這時有一位女子 從左邊穿越人行道要過馬路 小貨車一次沒有注意到 當場就撞上過馬路的女子 你看那第三個就是 她頭流出來的鞋 你看從人行道那邊撞到這邊 太誇張了 如果是從人行道那一定是很快 而且可能還有拖吧 這邊晚上通常都是 然後今天可能 我是做工的 然後晚上可能坐比較晚 注意到它的時候 我就已經 才知道就上通 7月1號晚上11點多 新北市三重環河北路 與吉祥街口 22歲的小貨車駕駛 往蘆州方向行駛時 一次因為恍神闖紅燈 與過馬路的女子發生碰撞 導致女子頭部磋傷 上顎骨折 不過還好意識清楚 沒有生命危險 救護人員到場後 緊急送醫治療 而詳細照實原因 還有待相關單位調查釐清 東正新聞廖峰詳新北報導